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振宏谈健康 今天呢,邱医师要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 他说,邱医师,你提过说冷刺激促进新陈代谢 那么冷热交替,这样子的刺激呢 对身体有什么功效 像韩国蒸汽浴或者是日本的泡温泉 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 首先呢,邱医师要跟大家讲一个物理学的尝试 我们知道热的传导是三种 一个叫传导,一个叫对流,一个叫浮射 传导就是说,我的手摸到一个热的东西 热会从我接触的时候传到我的手上 如果我手拿一个冰块,那个冰块在我手中会融化 那是因为我的手呢,温度传导到这个冰块上面 让冰块融化了,这就是传导 那么对流呢,对流就是空气或者水 它呢,受热以后密度减少 所以它会往上飘,往上浮 那冷因为密度高,所以就往下流动 这是产生一种对流 这个就是液体跟空气它之间热传导的方式 另外一个呢,就是辐射 辐射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热源在你的旁边 它即便没有空气,无法对流 即便没有接触,无法传导 它也可以因为辐射的关系 把热传导到一个比较冷的地方 从高温的地方辐射到一个低温的地方 把热传过去 泡热水澡或者蒸汽液的时候呢 皮肤一受热以后呢 因为温度过高 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正常机能 所以这个时候呢,血管就会扩张 你就觉得皮肤红通通的 那就是血管扩张 要把皮肤的热呢,传达到别的地方 那这个热呢,如果随着血液循环 进到我们的体内,体内的中枢温度开始上升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热散出去 不散出去的话,中枢体温够高 人就会休克 身体经的丧失,就有可能会死亡 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开始流汗 那包括皮肤的流汗 甚至包括呼气的把这个热能 从呼出的气体带出去 都是一个散热的方式 可是汗水要能散润呢 它的前提是一定要能够蒸发 才能够把这个体温从皮肤散开 如果你是泡在热水里面 或者是像夏天的时候 环境湿度很高 那个汗流到皮肤上 却没有办法挥发 那这样就达不到散热的效果了 各位就可以想象了 如果今天我是整个身体都泡在热水里面 那个热传导到我的体内 我的体内要靠流汗排出 可是汗却泡在水里面 没有办法蒸发 请问各位 这样子这个汗能不能把我们的体热带走 答案是不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只有我们露出来的部位 包括脸 脖子 头皮 能够把热带走 如果你泡澡 泡得过高的温度 时间过久 就有可能因为热散不出去 而导致衰竭 甚至导致死亡 2006年 韩国就有一个人 他泡热水澡 连续泡三个小时 之后婚礼 同时呢 并发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 四年之后啊 在中国有一个类似的报道 一个患者呢 泡完温泉以后就死亡 日本呢 也经常啊 传出泡澡以后 导致昏迷或者死亡的案例 有没有避免泡澡导致昏迷的方法呢 答案是有的 一定要注意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泡澡的时候呢 你不要脖子以下 身体的绝大部分都浸在热水里面 你应该啊 尽量让胸部以上的皮肤啊 漏在外面 这样的话呢 可以藉由胸部以上的皮肤的流汗 蒸发来帮你带走 下半身 由热水啊 所传导进来的热量 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 第二点呢 你可以学习日本人泡汤的时候啊 拿一条湿毛巾 放在头顶上 藉由这个湿毛巾的水分 从头顶蒸发 把一些头皮的热能带走 这样子来避免啊 身体的体温 过度的上升 无法散热而导致的悲剧 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说 冷刺激 可以促进代谢 那么这种热刺激呢 对于我们皮肤血管的扩张呢 促进皮下的洗衣循环 是有帮助的 但是它跟新陈代谢 没有什么关系 泡热水枣 可以带走皮肤 以及肌肉当中的代谢废物 对于我们的消除疲劳 恢复体力 是有帮助的 但是热水枣 让我们的排汗增加 有些人泡完热水枣以后 起来一两体重 发觉自己啊 体重下降 其实啊 它掉的是水分 而不是脂肪 绝对不是热水 能够帮助你燃烧脂肪 或帮助你减肥 这个是不可能的 希望以上分享的讯息 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按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